好,又到複式記錦法的第三部份,今課的重點是什麼叫debit借方,什麼叫credit貸方 很簡單,看看T字像,左邊的我們叫debit side,右邊的就叫credit side 好,第二項要留意的是,在交易出現的時候,我們多數要進入兩次 一次就是在某個T字像的debit side進入數 另一次就是在另一個T字像的credit side進入數 留意的地方就是debit和credit的數是要一樣的 好,第二項要留意的是,究竟進入debit還是credit是屬於什麼類型的帳戶 我們學過accounting equation,a等於c加l,假設是a上升的時候 資產上升的話,我們就會把數進入資產的賬戶的左邊 即是debit side,好,反過來,如果是c上升或者l上升 即是資本上升或者負債上升的時候,就要進入賬戶的credit side 好,反過來,下降,當資產下降的時候,就要進入資產賬戶裡的credit side 好,假設是c下降,l下降的話,就要進入那兩個帳戶的debit side 舉個例子,好,2010年1月1日,Amy這家公司就買了個for rent 支付方法就是用現金交收的,總共8萬元 好,四部曲,第一部我們就要分析一下那個交易影響了哪兩個帳戶 答案給了你了,原來影響了rent和現金的 好,第二部就是看看這兩個帳戶是屬於哪類型的帳戶 哦,這兩個這麼巧都是屬於asset資產來的 好,第三部,看看這兩個帳戶裡邊,誰是debit,誰是credit 今次你想想,買了車回來,即是rent多了,rent多了的話,我們就要debit 好,反過來,現金是什麼?現金就少了,所以我們就要credit現金這個戶口 好,最後就是具體,如果你寫答案的話,應該怎麼寫 好,第一件事當然要寫日子,這件事是何時發生的 第二件事,數字是要寫得清楚一點的 那這次的金額就是百萬元,兩個戶口都是寫百萬元的 好,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就是看看究竟在details那裡寫什麼 如果在rent的主角,那個配角就寫現金,即是對手就是現金 好,反過來,在現金的主角戶口裡,那個配角就寫了rent的戶口 好,如果我們怎樣形容這件交易,這個transaction 我們就說會是debit,rent這個account,還有credit,cash這個account的 OK